打得不是非常大 在上个赛季结束之后 中国是有六名选手 还是停在了顶级联赛当中 到09到10赛季呢 将会 这个中国军团的这个人数啊 还会扩大 因为肖无动是通过庞金斯呢 这个拿到了晋级的资格 肖无动在庞金斯当中 是排名第一 已经确保可以拿到 下赛季的这个职业的 挺低联赛的这个资格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赵安达 拿到了亚洲青年锦标赛的冠军 现在我们 有可能好有一个 这个保送的机会啊 是到底是梅西文啊 还是田鹏飞啊还是谁啊 还不好说啊 对 所以按照实力来讲 我倒是觉得田鹏飞具备实力 嗯 田鹏飞的确啊 田鹏飞我觉得应该是 在目前国内来讲啊 那么 应该说是有实力和 今天的这些选手啊 今天这些选手去这个 抗衡的 哦 更薄啊 嗯 还能不能打到这个左側的薄边啊 嗯 嗯 艾弗顿也不好情人啊 嗯 还是 擦下去仔细的描一下 应该还是能够打啊 嗯 那两个鞋大 两分的力可以去进攻了 最右边的红球 这球还有机会去叫黑球的 黑球右边的地带啊 好像是一下子 就是谈一骨会去叫黑球 嗯 打薄了 因为这张也没有去叫黑球啊 还是想叫蓝球 嗯 特别有一个嫁 Has train 肯定有加端的进攻击的口 也是用球端 比一下啊 看看白球 听在哪个位置呢 还可以叫黑球 对 嗯 是 还能不能够叫到 应该是没问题 肥球可以打 这端球刚好叫到了中间的这颗红球 就是这颗 两颗红球中间穿过来 但是现在推过来也是没有办法去叫黑球 看这端球只能够用低端来去打 看一下红球 球被打飞住 皮特艾布顿8 704 法力太猛了 来看一遍 这个球飞出球台的话是要被发分的 这样的话将是给亨利加上四分 打出去的这颗红球就 就买在这个袋口里就可以了 换了 用低端 薄篮球中带来去看一下粉球右边的这个球 哎呦 确实运气比较差 皮特艾布顿1 Steven Hendricks 5 老顿介练的那个出现两个坏运气 嗯 来再看一下 这盘球真的是运气差 刚好弹一裤 叫篮球 1 左边的红球 6 打一个钉杆就可以了